原本就是做一个仓库 仓库管理 我说我坚持来就晚上五点做到十二点左右 我说我是双修 是吧 都可以白天可以做的 晚上也可以做的 是吧 这个情况我就加上这个法定假日我都可以做的 田师傅说 在网上招聘平台看到 杭州汉庭商务有限公司在招聘司机就留下了联系方式 汉庭的工作人员联系了他 田师傅来到杭州滨江区和杭州汉庭签了合作协议 今年3月8号到9月7号 汉庭提供一辆比亚迪新能源车给田师傅 田师傅要交8000元的押金 田师傅说 后来经过沟通 他只交了3000元押金 剩下的5000元分期支付 等于就9号 9号晚上做的 5点钟开始做的 做到3月30号 这是总共做了牛水了 是4870块4毛6吧 我还记得这么清楚 到5号发工资了啊 突然一下午正在11点多中 他发了一个微信给我 就是这个管理 发了微信给我 发了158块4毛6 我先一量一下 我就开始问了一下 我这微信上面都有 我说是什么钱 他说3月份 你的牛水已经清掉了 现在只有这158块4毛6了 田师傅提供的工资条上 司机抽成金额是4781.47元 所有活动奖励111.17元 扣除3234元的用车基数和1500元的押金分期 最后实发158.64元 田师傅打开了朝朝出行的后台数据 平台统计显示 3月9号到3月31号 田师傅完成了295单 订单服务时长107.64个小时 之前你这个3200的什么用车基数 我们都不知道呀 你都没讲呀 是不是 我说那你 我然后我也反问一句 我说那你究竟住一个月到底我们这个用车基数多少呢 它是4000 我看是在我哪个地方 我们每天跑到8000的流水 8000的自然界或者25单 结果拿到4000保底 这个是保底 用车基数在哪里有体现 因为你每个月不是扣他的用车基数 我们的基本的任务都是 比如说跑到8000 我们说跑到8000 我们就要4000的保底给你 就是这里面 就是这里面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车基数有规定吗 你每一个月下来 我们是必须要我们要完成了8000 我们只分用4000给你 而且加店铺给他 您的意思就是过去的4000块钱 就是所谓的这个用车费用是吧 对对对对 合同协议中有这么一个表格 上面写着跑指定平台日均完成单量25单 每日在线时长达到12个小时 月流水达到8000元 即可拿到4000保底 汉庭车馆江先生说 扣除的4000块钱就是用车基数 平台后台显示 4月份田师傅做到4月13号 订单收益为3460.35元 扣除1950元的用车基数 还剩下1510.35元 田师傅说 4月13号自己办理了退车手续 公司结算出来 包括需要退款的押金 总共支付给他3000块钱左右 等于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 几乎没赚钱 自己还搭进去了1500元的充电费用 你跑首先你跑车 你肯定你的自己充费的吧 你的生活你要吃饭肯定是你自己的 你不充电的车子怎么动啊 因为是你给你自己挣钱 不是给我们挣钱 对吧 你跑到流水 总体上你只有这么多 我们活跃签的清清楚 它的红薪没有到 但是你过得提前违约了 我肯定是扣3500元的充电费 占一分量全部少得清清楚楚的 你除了现在只有这么多钱 现在我们看你有没有违章 我还没有那边 该先用的扣除还要扣除 对吧 杭州汉庭这个名字其实并不陌生 在田师傅之前 已经有几名司机师傅 向我们反映了和杭州汉庭之间的经济账 这几位还有一个共同点 在他们最开始出车接单的时候 都没有获取杭州市网络预约 出租车从业资格证 代师傅之前 也是杭州汉庭商贸有限公司的一名司机 他说在网上看到公司发布的招聘信息 开出的薪资待遇不错 叫我来他们公司上班 然后一个月一万八嘛 什么岗位 就是跑网络车 你之前做什么工作 我之前是在厂里面上班 你之前在厂里上班的话 一个月工作多少钱 厂里面上班就是六七千块钱 但是我去真实的跑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他说的那样 每天跑十几个小时 只有一两百块钱 两三百块钱流水 一天都跑两个多小时了 都有 也是不出车里有 而且也不打招呼 这里是三月份的 他十五号开始跑 总共跑了 总共出车一般二十五个小时 实际只开了九十六点八个小时 他这是四月份的 只跑了三十几个小时 按理说完全差了一半段时间 我们算是后面的 刚刚实际时长 我们就要 九十六点八个小时 加上二十点四一 一百一四三个 真正出车时间 当时总共是二十一天 十五号到六号 总共是二十一天 我们出去二十一天 十几天 五点三九个小时 戴师傅曾告诉公司招聘人员 自己没有网约车驾驶员资格证 对方的答复是 公司可以免费报名 可戴师傅说 直到自己办理退车 都没有接到考试的通知 还有一位高师傅 二月份和杭州汉庭签了合作协议 干了二十天 觉得不挣钱 交了一千块钱 本来是八千块钱的 然后他分三次批扣 剩下从流水里面扣 跑了二十天 然后挣不到钱 后来我把这个车给退了 每天跑十三四个小时 每天流水就两千百块钱 三月十六号 高师傅解约退车 他说自己算过二十天的流水 一共是八千多块钱 之前来的时候 没有他也没有说有租金 车子有租金 后来车子有租金 什么违约 租金不是二十天 一天一百五 三千块钱 然后违约金三千 就还有两千多块钱了 那我们一辆车子 是只有一个八千块钱的押金 然后呢 正常的合同都是半年 对吧 那他如果是半年 把这个合同履约完毕 然后这八千块钱 扣除他自身的违章 自身的刮叉之外 其他的都是可以全部退还的 他这个是属于违约退车 我们是有一个三千块钱的违约金 车子 你比如说他多用了一天的车子 这一天是按照150块钱来算的 高师傅当时提到 开网约车期间 他没有取得网约车驾驶员资格证 他当初来入职的时候 我们也千叮零万 祖父告诉过他 你没有网约车证 是不能跑网约车的 他说没问题 他说我自己承诺 一个月之内 我去把这个网约车证考到 就是他自己承诺 而且他签了承诺书的 那你把这个证据发给我 我立马发不了你 这个因为我要回去找档案 高师傅说 记不清自己有没有签过承诺书 再回到田师傅这里 他提供了自己的 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有效起始日期是 今年3月30号 也就是说 田师傅在3月9号 到3月30号这段时间内 一直没有获得驾驶员证 而在他和公司签订的协议里 有一份承诺书 驾驶员承诺 接车一个月内 需取得杭州市网络预约 出租车从业资格证 9号到30号这个中间 他没有网络预约 车这个驾驶员资格证 对 还是怎么去开网络预约 这个是他自己在开的问题 对啊 不是 这个是其他的问题 那注册公司 这个注册账号的时候 需不需要提供师傅的 这个网络预约驾驶员资格证 驾驶 网络预约从业资格证 是后补的吧 是后补的吧 是后补的 那这个提供是怎么注册下来的呢 就他没有这个资格证 他怎么能在平台上这个注册 我们都是保着他要跑 我们只要让他继续先跑着 先挣到自己的钱 要要生活 关键我能跑到钱了吗 能跑到钱了吗 关键你跑到钱了呀 你又有流水呀 你自己看在手机上 你自己也看得到 流水呀 流水你们拿去了呀 杭州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 滨江大队上门检查后发现 杭州汉庭商贸的注册地 在拱树区 建议田师傅 向拱树区执法大队反映 找到杭州拱树区 杭州运河汽车互联网产业员 杭州汉庭商贸有限公司的 前台工作人员表示 负责人不在 提供了一位经理的电话 但是他没有这个证 那个平台账号是怎么注册下来的 那就是公司的事情了 公司是怎么帮他们注册 至于是怎么注册 这是我们的事情 这个我们不方便去给你们 透露过多的一个东西 第一个你说你是记者 我也不知道你 对吧 你今天做记者 明天就有可能成为我的同行了 对不对 对吧 你万一成为我的竞争对手 我给你透露过多 我觉得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好处 那可以问一下您归姓吗 你不用管我 你不用管我姓氏吗 您有事情 然后如果是我能解答的 我帮您来解答就可以了 之后记者联系了杭州市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 拱述执法大队 工作人员表示 接到过关于杭州汉庭商贸公司的投诉 会安排人员上门检查 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 朝朝出行平台 客服登记了田师傅的信息 针对于这一个事情呢 我们也对 所以就是说渠道进行了相应的一些处罚 您指的渠道是哪里啊 就是汉庭 就是这一家汉庭公司 这个事情发生了呢 我们也就是说针对这个事情 进行了自我的一些检讨 然后还有就是管理上的一些梳理 后来带师傅和田师傅反馈 已经和公司协商好 收到了退还的押金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